华晨宇大家也知道了,在现在的乐坛他也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了,也是非常的优秀的,本身有着特别多的代表作。 独特的歌唱风格以及作曲风格让他收获了许许多多的粉丝,演唱会门票真是一票难求呢,舞台上的他就像一个王者。 是不可挡的,舞台上的他真是非常的有魅力的呢,但是私底下的他就是非常的呆萌可爱了,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反差感,这样一位这么可爱有才华的歌手,他的家里是什么样的呢? 我们来看看吧,家里的装修特别的简单,可能是把更多的心思都放在了音乐上面,所以没怎么注意家里吧。 墙面上有一些简单的贴画来装饰,给人一种生活的气息呢,但是这样整体看起来的话,会有些简陋,很是普通呢。 一点都不像一个明星的家。 之前网络一直也有传闻,华晨宇是富二代,这个其实也不重要,毕竟他现在也靠自己变成了富一代了。 有这几套的房产,真是不错呢,家里的地板是用了木制材料来铺设的,非常的简约。 很是有自然的气息,感觉非常的舒适。 虽然整体上看起来整个家都没有什么特点的,但是这样的装修反而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呢,比较自然。 这感觉也不赖呢,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,华晨宇只是生活的重心不在于此罢了。 不要看华晨宇家里的装修很普通节俭,但是他家衣帽间里全部是名牌衣服呢,可能是需要经常开演唱会。 上节目的服装能少吗? 这里的主色调是白色和原木色的,让这个空间看起来也变得温暖了一些。 不像其他空间一样的冷清。 卧室的整体装修也延续了其他房间的风格,一样的简单朴素,会让人感觉到比较高冷的装修呢。 还有这里有些凌乱哦,果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感觉。